裸骨宣天中動土開工 全台最大的百貨購物中心 預計在台中高鐵旁建設 完工後的面積 將會比台北101大上4.8倍 台中市政府對這項投資案相當有信心 也期待能夠成為台中的新地標 第一期預計在後年底就會完工啟用 到時候就像我剛才講的 會是全國最大的娛樂購物商場 那我們對於這項投資 表示非常歡迎 台中市政府也會全力的做好 協助跟相關的配套措施 購物中心規劃一千兩百個攤位的 會展中心外 也有金融藝文的特區 設計為相當多功能的場地 我們是以我們 國際級的百貨購物中心為主體 我們另外還有國際五星奢華酒店 還有國際金融大樓 我們還有多功能會展中心 他也可以多功能會議中心 還有劇場 另外還有藝術博物館這些等等的話 這些結合起來是一個前所未見的一個綜合體 企業在這項建設開發中投入兩百六十億元的資金 多元綜合的場地運用 預計完公開幕後將帶來無限商機 更為台中的商業環境打了一劑強心針 三十元台中做法